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2月19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你一起来 政府股海共创双赢 台北股市开红盘臭 先连涨两天 但是在今天礼拜五 盘市突然出现一个反手急杀的回马枪 指数开低 一度急杀重挫213点下去 收盘稍微缩小跌幅 仍然是下跌83点作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事后总是找得到原因 但其实还记得昨天 县荣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先跟大家做提醒 做预告了 这是昨天2月18号的一个解盘 有没有还记得提醒大家 注意到几个重点 其中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在这里当指数开红盘之后创新高 台积电这支领头羊 居然没有过上个月679点的高点 这边是不是代表领头羊 已经开始后继无力了呢 要特别小心 再来第二个要去注意的 是在这地方 这个价量的部分 指数在这个开红盘之后再创新高 量却没有过左边的这个4351的大量 高档价量被离出现 再加上外资仍然是卖多买少 其值在昨天又加码了6000多口的空单 净空单已经达到23000口 所以提醒大家在这种状况之下 一旦台积电开始后继无力 出现轨档 指数过高之后 随时也都会出现一个反手下杀的回马枪 那今天大盘果然如预期的 下跌了一度重挫213点 当然今天下半场指数又拉升上来 是不是代表没事嘛 拉回应该继续找买点吗 还是接下来的行情 后市关键再接下来 要去特别注意什么呢 特别注意美国股市 接下来可能有重大的一个这个变化 怎么说 待会我们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当然一开始 我们还是要先按照惯例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龙老师 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2月19号 每天第一步 我说我们做当冲 有这个做股票 其实都一样 记得都不是盲目的追高杀低 先观察盘式的结构 再来决定多空 那今天9点11分 第一通指令就跟大家报告 注意美国股市礼拜四 涨多拉回NESA跌了100点 小NESA起指 今天早盘在平盘附近整理 那台股的台积电 今天开低小跌4块钱 656块开出 真的是开始有点后继无力了 那台这个加权指数的部分 开盘是开低先跌47点 手盘是个多空僵持之下 带了一个下影线 代表说杀下去低档有支撑 但是预估量只有3000到3300亿上下 攻击力道也不足 加上旗指跌幅 比现货来的大 所以这个部分研判大盘指数应该是开低之后 会来回震荡上冲下息 当然重点会在各股各自表现的格局 所以你看到今天大盘是不是这样 开低先做一波的下杀 来回震荡 然后又拉高上来 所以这种来回震荡格局 加上今天涨的股票跟跌的股票 其实又各占一半左右而已 重点台积电的下杀 今天盘中一度跌13块 把指数拖下去 可是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到了10点55分 现龙老师给会员朋友第二通指令 告诉大家 台积电的回档 让指数开低震荡后 一度下杀 出现这个回马枪 个股的走势 这地方分歧很大 尤其现龙老师通常在会员朋友做当冲 我们都是以高价股好进的好处为主 今天反而在指数重挫 一度跌200点之后逆势抗跌 所以这种盘 当然不宜逆势操作去抢多 但是你去做空 尤其指数下杀100多200点 你还去追空 其实也逃不了偏移 所以这种状况 这两天操作难度 其实就会比较大一些 也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来适合出手之下 我们不应该去做照进的动作 因此建议大家当冲作战 休兵个一天 等待下个礼拜我们看准了目标 再来帮大家继续掌握赚钱的机会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的操作 包括做当冲 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做当冲 就是要每天杀进杀出个几十趟 有赚个就赶快跑 不是 我们的做当冲 一定是坚持 看准了目标 再来做出手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做赌博的动作 那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说 那这个地方不行 我加入了会员 我付了钱 我就是要每天都能够赚得到钱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 我只能说可能我们之间的理念不同 缘分没有到 对不对 做股票真的有人说 每天都可以让你赚得到钱吗 再三提醒 那个叫做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包括你可能在网路上 有看到有人po什么对账单出来 每天杀进杀出几十笔 每一笔都有赚 每一笔都有赚 看起来好厉害 我会提醒大家 其实内行的人都知道 很多东西其实看起来 你以为是真的都可以造假 包括你看到对账单 当充几十笔 每一笔都赚 其实很简单 只要这地方 每天杀进杀出 有赚个两三毛就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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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赚的呢 就凹着嘛 凹着等到有赚再说嘛 万一没有赚就留着嘛 留到最后你会发现 有赚的都是两三毛就跑了 留到最后那个放在那里 凹到最后 可能就是你那些手上的股票 变成重伤 那会让你赔赚小少的 一赔就赔大的 这样可以吗 那才是做股票到最后会赔大钱的原因 所以我会再三提醒 县隆老师不可能保证你天天都能够赚得到钱 那这地方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进一定就是当天出 第二个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给你 所以我不会带你 每天带你这地方杀进杀出几十趟 更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叫你自己设飞标 第三个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跟着我做当冲 我们都做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很多老师都这样 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电视上都有一组股票冒出来说 今天打获全胜 有没有那组不知道 只知道电视上表演跟你参加的永远不一样 那我只强调 我不可能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当中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虽然不能够这地方天天帮你赚钱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操作 我也诚实讲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在报告每天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的时候 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这地方 再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再提醒投资朋友一次 做股票尤其做当冲 要天天稳赚不赔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要成为最后的赢家 记得四大要素记起来 哪四大要素呢 第一步资金控管一定要先做好 很多人说做当冲不用本金啊 所以没关系就尽量给他下多一点 不是这样 因为做股票 其实虽然我们做当冲 能够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但是一定有看对 也会有看错的时候 所以永远要记得 量力而为合理操作 用你承担得起的风险 来决定你下多大的部位 不要说有些人 我说我钱不多 我还一次就下个几百万 然后赔个一次两次 我钱就输光光了 那就代表你下的部位太大 所以用你承担得起的风险 来决定你操作的部位 这一点要记下来 第二步 要维持高命中率之下 绝对不是每天杀进杀出 只会赚个两三毛 而是在看准的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不要拿血汗钱去做赌博的动作 第三个 那所谓的高命中率 再强调一次 是建立在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之下 赚有机会赚大的 赔顶多赔小的 赚有机会赚多的 赔顶多赔少的 这样才值得出手 很多人说我命中率很高 九成百分之百 做当冲稳赚一样 结果都是有赚都是两三毛 赚了就跑 赚了就跑 看错的就凹着 敢放波段 就不算当冲了 结果你这样做 都是赚小钱两三毛 一赔就赔大的 可以吗 那个绝对不行 所以所谓的高命中率 是在预期报酬 能够大于风险的条件之下 才值得出手 所以你看到县荣老师 我给会员朋友 每一通操作指令 出手的时候 一定先帮大家规划好 万一看错 停损方在哪里 顶多赔个一%多 两%就跑 看对 有时候两%三% 有时候甚至赚个五%左右 这样长期下来 赚大赔小赚大赔小 才能够成为赢家 对不对 当然万一看错也记得 一定遵守纪律 严控风险 绝不凹丹 长期下来 自然就能够成为赢家 那就像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兵 不拿血汗钱去赌博 但是看准的目标 像过年前2月1号 那时候南电利多平传之下 发现这个地方 当时台积电拉高指数上来 各股的大户趁机在做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227跟走卖的 杀下去222买回 一口气 就算个五块价差了 一百万做个五张 就两万五了 对不对 不止啊 2月3号做金星科 利多建报之下 这地方大户趁着利多建报 台积电当时在拉高指数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一早建议大家443上下先做卖出 杀下去435买回 一口气8块价差 三张就是两万四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 甚至像文帽 对不对 利多这地方大户趁机震荡洗盘 转强讯号出现 我们找盘398附近先买 拉高上去 一小时不到415卖出 17块大红包 就这样放进口袋 三张就五万多了 所以你看到 虽然不可能百战百胜 从2021年到目前为止 不是天天出手 我们不需要天天杀进杀出 看准目标再来精准出击 虽然不可能稳赚不赔 但是九胜三负六合之下 你看到用非常高的一个命中率 持续稳杀稳打 有没有赚个2万多3万的 有赚个5万多的 就这样持续累积之下 累积投包率来到15.6% 好等于说每一档假设 都用100万来做操作的话 真的这样下来 帮自己加薪个个十百千万十万 加薪个五位数甚至六位数 这不是不可能梦想 重点就在我们所说的 刚才所讲到赢家四大要素 要坚持做到支架 长期下来自然就有机会 这样成为赢家了 那这个部分都欢迎大家 如果你是要天天杀进杀出 每天要杀进杀出几十趟的 我们理念不合 我们可能这地方缘分没有到 但如果你认同县隆老师所说的 不要这地方拿血汗钱去赌博 我们才去稳忠求这个求生的方式 持续努力来赚钱 那认同这种理念的 当然都欢迎大家在接下来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回来继续来谈到股市的部分了 那当然昨天已经跟大家提到 后市的关键第一个台积电 在指数开红盘之后 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居然这次领投阳台积电 没有能够过上个月679的高点 已经有后继无力的现象 那今天台积电 当然这部分盘中一度下杀13块 最低得要到647 那接下来当然大盘的部分来看的话 今天比较好的是指数跌 而量3468亿 比昨天的3500多亿来的少 所以算是价跌 而量缩还算是良性整理 那台积电虽然拉回 但只要这个前波的低点 这个地方 587的甲尾不要去破 至少它都还是维持高档震荡整理 以盘高带跌的可能性在这里 那指数我认为说 在这里高档震荡 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当然万一台积电这个颈线关卡 587给它破 那就变成了一个M头出来 这就比较不好 那这种状况可能就会进一步的下滩 甚至下滩季先下去 出现中期回荡的可能性 这个稍微要去注意 那另外一个关键 除了台积电之外 就在美国股市了 那美国股市昨天 NASDAQ跌了100点 四大指数全面收低 当然跌的不算太多 但是要去注意一件事情 拜登在上个月1月20号 就任了美国总统 今天2月19号 即将借满一个月满月了 对不对 那这一个月 算是拜登上任之后的蜜月期 所以美国股市这地方 仍然持续在创新高之中 重点接下来就是观察 蜜月期过后下一步 我们的焦点要放在哪里 放在拜登选前 在总统大选之前 曾经提出的四大家税政策 哪四大 企业税 个人所得税 资本利得税 还有移政税 是不是会开始进行 那如果是的话 那就要注意 一个执政者 永远有一个天平在 是公平正义比较重要 还是经济成长比较重要 当然这四大家税 企业税 个人所得税 资本利得税 跟移政税 如果把他在这地方税率 拉高上去 磕的是谁 那些大企业有钱人 对不对 所以他在实现的是 所谓的公平正义 那听起来很好 但是天平的两端 如果把公平正义 放在经济成长之上 我只能这么说 这对股市的长托格局 能不能够持续 可能就会很大的一个问号 甚至是长线转空的可能性出现了 还记得四年前 川普那时候当选美国总统 大家吓了一大跳 甚至台北股市 三天之内两度暴跌 两百多点 那当时我说 其实不用怕 别人恐惧时要懂得贪婪 很多人都担心 川普这个像疯子一样的 当了美国总统 会引爆全球金融风暴 为什么我还说 别人怕的时候要懂得贪婪 当时我还写了一首长头诗 试的内容不用 重点不用看 看前面这几个字 是不是清楚的告诉大家 川普当选股市会走多 这是秉申年 四年前所写的 对不对 结果呢 结果川普后来这地方当选 台北股市 三天之内两度暴跌两百点 跌到八千多点 事后来看 你如果在那个时候大买股票 四年暴个四年下来 那才叫做大赚 那为什么会当时这么说 其实当时我都有我的理由 包括大家觉得川普 哎呀他是个疯子 我看到的是川普 他所推出的经济四大方针 其中包括减税在内 对不对 他将这地方 将经济成长 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这才是川普 我认为他能够这地方 推动美股厂多的关键因素 可是现在 如果拜登的一个这个选前 四大加税政策 给他实现下去 那就要小心了 这地方甚至有可能长多受到影响 变成长 这个长多受到影响 转为长控都有可能 这个关键 我们当然还是要密切来做留意 那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股市目前还没有立即反应 我只能说高档风险意识一定还是要有 所以在这个时刻 毕竟多头格局虽然没有变 我们赚钱还是要把握机会 但不能够忘了风险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的策略 有赚没赚 记得盘后一定要空手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 当然对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讲 可能当冲一方面需要花更多的精力 来观察盘式的结构 来观察哪些股票大户在进货 有转强讯号 还是有哪些股票大户在出货 有转弱讯号 看不懂你盲目追高杀低 很难赚得到钱 白忙一场 甚至倒赔赔了一缸子的 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加入 由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基品操盘团队 我们不是每天带你杀进杀出 盲目的追高杀低 而是仔细的按照专业操办的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决定好该做多还该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在确认转折时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几率理性操作 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去赌博 像今天的盘式将上冲下息 而且个股走势分歧 很难找到符合条件 找到足够胜算的个股 事后去操作 我们就修兵 不拿血汗钱去赌博 但是有机会 攻击盘出现 像三个月我们做文帽 对不对 大户金货转强讯号出现 一早398上下先买 10点多拉高上去 415卖出 一口气就是17块大红包 100万做个三张就好 对不对 一天就可以帮自己加薪个五万一进来 整理盘 像过年前 金星科 利多监报之时 发现大户趁机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 我们一早建议大家443先买 杀下去435买回 8块价差 3张也是2万4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需要天天出手 按照四大要素 资金空管先做好 看准的目标 再来精准出击 当预期报酬能够大于风险 才值得我们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 严控风险绝不熬大人之下 百战百胜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看到我们的这个胜算 九胜三负六合 真的是用稳中求胜的方式 持续努力再帮头子帮 利用当冲作战 稳扎稳打的 来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让你的家人 能够有机会过更好的生活 让你能够实现人生很多的梦想 想把握的记得 不要犹豫不决 我们帮大家争取的 新春贺喜 全面50%加一的活动 提醒大家 今天将是最后一天的最后机会 想把握的最后机会 休息时间 都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运达头顾新春贺喜 恭喜新春人望财望 鼠来宝皆金牛财 2021金牛送财 2021牛转乾坤 2021牛来运转财富狂奔 运达头顾祝福大家 新春佳节 天福又天才 运达头顾新春贺喜 全面50%加一 全面50%加一 最后一天 速播专线 02-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诚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参与特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 节目现场 开鸿盘臭 台北股市再创新高 可是接下来也注意 当拜登就任美国总统 满一个月之后 接下来蜜月期结束了 美国这地方 美国总统拜登 是不是会开始实现 他选前的四大家税政策 这将是下一个密切观察的焦点 甚至有可能是全球股市 长线多空的一个关键 毕竟这一波靠着资金行情 推升到这里 进入到泡沫滑的阶段 什么叫泡沫 很多股市的投资人在买股票 不是看好说股市的 这档股票的价值 而是因为看到股价在涨 越来越多的人在听说 这次过年都很多 投资人在问 亲朋好 现在有什么股票 可以买来长期投资 奇怪 当股市在低档的时候 不会去想买股票来长期投资 涨到了历史高档 才要来长期投资吗 你去想一想 这个逻辑对吗 我只能提醒大家 在这个阶段 泰股除在史上最邪恶 第五波的时候 只有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 才是你最佳的操作策略 那我们的当冲操作 当然你看到多空灵活 当行情攻击盘机会 我们采取短多模式 预测上涨的时候 现股先做买进 拉高卖出 这样能够赚 那行情整理的时候 我们采取短空模式 找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 找盘建议大家先买 杀下去买回 一样能赚 重点是当天进 当天出绝不熬单 就是这样的操作逻辑之下 每天提供大家 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要先买 还是先买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 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通知你 没到假或是需要修正 最重要当天进当天出绝不熬单 就是这样的原则之下 就像这个文帽 有没有 那一天有大户洗盘 进货迹象 转强讯号出现 一早建议大家 这是这个当时一早 有没有 9点33分 建议大家可以定在 是吧 397.5到398.5之间先做买进 那后来全数成交398 10点多 一波拉高 急拉上去 415 顺利的卖出 17块红包就这样 3张5万1 整理盘 金星科 大户趁着利多 健报反手出货 我们就先买 后买 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 就这样8块价差 3张有2万4的红包 弄起来 今天 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休兵 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去赌博 按照四大要素 稳松求胜的 来帮投资方 掌握赚钱机会 认同宪荣老师理念的 再提醒一次 新春贺喜之音 全面50%加1 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 想把握的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宪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